在路分享 珍惜霞满人生宝下 志愿法师讲授 学习霞满之后 最重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对时间要有新的规划 现代人的生活迷乱、混乱、黑白颠倒 没有规律 自由的思想造成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已经混乱 这实际是在大大的浪费狭满 古代修行人的道心好 连睡眠都不愿意 他有很强的心求解脱 求明心见性 要办生死大事 所以全力以赴地修道 他们得成就 就是因为把全身心都投入在修行当中 最严格的要求 是二六时钟念念在道 不杂用心 这才是真正善用了霞满 因此 连睡眠都要减少 乃至最终消除 想一想 连自己身体最基本的睡眠都要抛弃 何况其他身外之物 车啊 房啊 娱乐啊 逛街啊 这些就不用提了 但我们现在 暂时还做不到这样 也应当尽量减少 从起码的要求上说 对自己的时间 要有合理的规范 日常的工作 修行 要有规律 要保证 每一天 有一定的时间 身心能安定地 圆在法上 这才有每天 仅有的一点狭满 如果身心 一直散乱在 非佛法的静缘上 收不住心 那就是把自己 弄成无瑕了 为了保证这一点 要从原来时间上 没规律 转变成时间安排 有规律 从原来外缘很多 变成外缘很少 从原来生活要求很高 变成生活简单 散乱的静缘和行为 一定要去除 行为上 一定要有规律 过去行为上 是随意的 现在要约束自己 有明确的计划 规定好一天当中 应该做什么 什么时间 该做什么事 通过这种方式 把自己 从不符合 狭满要求的方向上 拉回到本位 让身心 真正成为 修道的所依 如果心是紊乱的 混乱的 那就不可能靠它来修法 只有身安稳下来 心安静下来 这个身才成为 修道的所依 才是拥有了 狭满 在这个狭满 人身宝上 才能修道 世俗化 吞噬了狭满 生活在世间的修行人 很容易被世俗化 对世间种种 社会活动 行为 生活方式 没有足够的 智慧 辨别 简责 很容易受 社会和周围 环境的影响 逐渐世俗化 不知不觉 就以世俗化 把自己的道心 和修行 腐蚀 软化 这就是温柔的魔种 让自己的道心 疲软下来 趴在轮回里 再也不愿出离 有一个比喻 这样说 把一只青蛙 放在凉水锅里 慢慢地烧水 这只青蛙 感觉很舒服 不知不觉中 就在里面 被煮死了 如果把青蛙 放进开水锅里 它会立即 蹦出来 保全自己的性命 世俗化 给人的假象是 这是有益的 这是给人安乐的 这是正常的 不但没问题 还是很好的 所以 这种温柔的魔 最难提防 实际上 自己已经陷入了迷乱 被乐的假象骗住了 在单着他的滋味的同时 已经在加深 乐职 和厌离 出离的心态 完全相反 这种乐职 一旦加深 就让心麻木 坏死 而无心 修到了 天人的无瑕 天人就是迷在 五欲享受当中 使一切的时光 都成为无瑕 想一想 天人的寿命 是人寿命的几千 几万 几亿倍 为什么说他是无瑕呢 他有很多时间 又不需要工作 怎么是无瑕呢 其实 他的心 已经被五欲 这个温柔的魔王 俘虏了 根本没有心思 修道 明眼人看他 就是恶趣的候选人 他的享乐 他的花天酒地 就是他落入恶趣 深渊的前奏 现在这个时代 欲成这样丰富 有点福报的人 都躲在天人的无瑕当中 毫不自觉 我们定义 看电视就是无瑕 进入超市 就是无瑕 进入高级餐馆 就是无瑕 进入娱乐中心 歌舞 场所 全部都是无瑕 进入风景区 跟天人进欢喜园一样 也是无瑕 钻到娱乐片 暴力片里 也是无瑕 进入现在都市 都是无瑕 跟天人进天宫一样 我本人的看法是 对现代修行人来说 认识天人的无瑕 非常重要 天人的一生 都成了虚度 成了无瑕 他修到最大的违缘 其实就是五欲 反观 我们有点福报 看电视 逛超市 享美食 买时装 打扮 旅游 就是把自己的人生 弄成无瑕了 这样 再有时间 再有福报 也是无瑕 因为你的时间 都耗在享受上 心没有入在佛法当中 就是无瑕 从维系角度来说 在某一段时间里 不修法 这段时间 就是无瑕 仔细检视 自己的人生 有几分上 闲瑕呢 大多数 都成了无瑕 没福报的人 整天要去工厂 打工 实际是无瑕 有钱的人享受 又是天人无瑕 很多时间里 有瑕无瑕 是由自己决定的 很多时候 害自己的凶手 就是自己 我们本来福博业重 生在这个艰难的时代 每天要付出 八小时的劳作 来谋生 有福报的话 就不用这么干了 而谨慎的一点闲暇 也被自己 无味地浪费掉了 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 我们还有解脱的希望吗 是不是下恶趣 有份呢 目前已经是 跑在霞满的边上去了 牛马等旁生的无瑕 一生中 一秒钟的闲暇 都没有 但人搞不好 就会把自己 搞成和旁生一样 旁生为什么一秒钟 闲暇都没有呢 因为他的心 没办法 依于正法 整天负重劳作 如果我们人也是这样 把仅有的一点闲暇 都弄得没有 那不是跟旁生一样吗 就看自己 怎么做 怎么抉择 是把自己人生 搞成狭满人生 还是自己把自己 搞成无瑕人生 是用人生修菩提 还是用人生造恶业 把自己扔进轮回 何去何从 请自己定吧 如果有自由的时间 又遇到了佛法 还不把时间 用在修学佛法上 那就是自作孽 不可活啊 古人为了半道 不跟别人说杂话 不串门 因为一说话就动心 所以为了养道 多年不出山 不出门 现在时常在超市里逛 是什么修行 古人不说话 现在拿个手机 整天都东拉西扯 又是什么修行 旁居士万贯家财 沉入乡江 现在成天想着赚钱 又是什么修行 龙书先生 是国学尽士 精通六经 认为这都是夜席 一抛而尽 现在还有兴趣 研究这 研究那 又是什么修行 谭鞭大师 烧毁仙经 归心西方 无量寿 现在 炼功打拳 一波算命 星象风水 哲学物理 网路 论坛 又是什么修行 最基本的八观灾界 都要求远离歌舞唱剂 学佛多年还追明星 一集一集地看影片 又是什么修行 所以 智者应高处着眼 以古德为榜样 不能随便仿效 现在放逸的世俗人 常见有人谈旅游的必要 比如 要感受大自然的神圣 大好河山 要游历游历 开拓心胸眼界 增长见识 身心得到放松 更有利于以后的学习工作 那曾想到 这只是在换一种苦 学苦地时讲过 这就像担子压在一间上 时间长了 又换到另一间上 原先待在家里 单位里 现在换成两只脚 不停地走 眼睛东张西望 看到这里有新鲜的画面 那里有什么景象 这时候是边看 边生起了苦空无常想吗 想到了无我 如梦如幻吗 静时都不见有 动时怎么会有呢 不是虚度时光吗 实际上 这跟解脱没有直接关系 跟成佛度众生 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有关系 不如升天好了 天界的景色比这里好多了 但天天看天色天景 也不会解脱 何况人间的三三五月 讲初离心时 曾经讲过 所有的轮回盛世 都是凄狂人的 不说看这山山水水 就算家住在颐和园 在皇宫里享乐 问你是不是修行人 要不要厌舍这些 要不要把它看成火宅 既然是火宅 为什么还为他耗费钱财 时间精力 旅游的动机 就是你喜爱轮回 喜爱轮回的结果 就是增长对人轮回的爱着 直接是出离心的违品 所以对修行是不利的 据说 旭云老和尚有一次 从安徽黄山去南京 毗卢寺挂丹 早晨背着简单的行囊出发 在他感到天色不早时 就睁开眼睛往前看 发现已经到了南京城的城门 再往前走 又一抬头 到了毗卢寺的山门 他从早上出发 到太阳快落山 整整一天 吃没吃过午饭 他不知道 过了几条河 过没过 他也不知道 鞋子走掉了 光着脚 他也不知道 徐老是这样用功 为了了生死 什么都不顾 哪有心思 看山看水 借看报纸 在城市里 人们在上班路上 或者地铁月台上 花一块多钱 买一份城报 其实里面奇遇连篇 大家都爱看 现在一种论调是 人要了解世界 了解时事 了解国际 国内 周围发生的事情 说这样能增长知识 开拓见解 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话 什么叫做开拓见解呢 就是如实地了知真相 开正知见 世间写的东西 大多是邪知邪见 世间讲新闻的人 有他的一套评论 一套见解 他的这套见解 不知不觉 就渗透到你的内心 虽然里面也会有一些 世间善法 但这是极少的 大多数是讲 怎么享受 怎么消费 怎么娱乐 怎么竞争 谈这个世界的男欢女爱 你争我夺 像这些国论 斗争论 享乐论 金钱论 都是其余 在世间言论中 不会谈轮回 不会开示 世间的苦 空 无常 无我 不会警戒 人们造恶的后果 不会揭示 我执和烦恼 是苦的根源 我们并非不要 脱开 见识 从哪里 脱开 见识 只有 皈依三宝 眼睛 看经书 法语 耳朵 听 佛菩萨 成就者的话 心里 缘轮回的苦 空 无常 无我 涅槃的 常 乐 我 静 想自己 怎么发大愿 修佛法 度众生 要缘这些 这些佛法 在世间领域里 怎么有呢 基本上都是颠倒说 你怎么能在里面 开证之鉴呢 所以 世间的报纸 电视 书籍 都没必要看 借上网 相对于 看电视 打电话 更严重的是 上网问题 年轻人 晚上 或者周末 上网 两三个小时 随随便便 就被用掉 很多人 刹不住车 直到深夜 凌晨 还在网上 打游戏 看新闻 见博客 发帖子 看电视 瞎聊天 耗费了 大量的宝贵时光 网络内容的 欲成 太丰富 随得心 直接从眼睛 耳朵 两道根 门出去 进入 玉城的 王国 人的心 不到几分钟 就 痴迷起来 无法 自控地 跟着 玉城的 影子 转 算一算 在上网的 几小时里 受了多少染污 网络内容的 吸引力强 人的注意力 高度集中 它就像 吸精气鬼一样 把人的精气神 很快吸掉 这样 只要上了几年网 狭门人生 就毁了一半 解世间活动 平时不能跑亲戚 找朋友 搞世间活动 要尽量少打电话 修行人 以正法为业 以正法为生命 不能混同于世俗人 有人说 这样做不合群 会被人嘲笑 冷落 抛弃的 嘲笑 没什么关系 因为你最后 承办的是 解脱轮回 成佛 度化 无量无边的众生 因果律 不会因为嘲笑 而颠倒 你在积功累得 人天拥护 无数的佛菩萨欢喜 你成就佛陀的事业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即使被一万个人 同时嘲笑 也不应该放弃 比如你出发去宝山取宝 很多穷光蛋嘲笑你的行为 你会不会放弃取宝呢 不会的 你只会复之一笑 一大群人 沉浸在吸毒的快乐当中 而你不吸毒 他们嘲笑你 你会怎么样 也是复之一笑 因为是非厉害 你看得清楚 设想一下 你如果跟世间人同流合污 结局是什么 为了不被嘲笑 谁顺他们 他们做什么 你也做什么 拉你喝酒 你就喝酒 拉你唱歌跳舞 你就跟着唱歌跳舞 结局是什么 是不断在生死中轮转 丧失了成佛度众生的大义 怎么能因为疯狂者 迷乱者的嘲笑 而放弃成佛度众生的大义呢 我们佛弟子归依了三宝 是以佛菩萨的教言 为准神的 按佛菩萨的教言去行事 佛菩萨告诉我们 什么应做 什么不应做 是应当遵循的 这样想清楚 自己的心就安了 家里有电视机 电脑 摄像机 照相机等等 就像酒鬼身边有了酒 猎人身边有了枪 恶鬼身边有了美味一样 看到手就发痒 心就按耐不住 所以都是仗道的冤家 一律要清除干净 不能留在屋里 有人说 这样我的生活就没情趣 没品味了 不会的 修出离心 菩提心 无二会 是生活最高的品味 是往佛菩萨的品味上靠 拍拍照 看看点事 这是庸俗世间的一点乐趣 品味是非常低的 想一想 古今大修行神的官房里 有什么照相机 电视机 没有一粒 是以现代生活方式而成就的 外物本来虚假不实 佛法是换你回头 不要迷在幻化的课程里 虚声浪死 你倒抱着假象不放 还每其名曰 时尚 有品味 有情趣 多半是给自我 靠上几副美丽的镣铐 越靠越脱不开 一天之中 哪怕在佛法上花一小时 也能得到千万年的利益 咸鱼经上讲 稍微对三宝座供养 就得到人天九十一节的圆满 何况是原者正法 因众的闻思修 利益更加不可思议 这一生能努力的修机 往生资粮 临终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好那么多时间经历 做世间法 不如做出世间法的 一亿分之一 五量节追求世间法 不如一天一个小时 花在佛法上的意义大 你在佛法上得到的是永恒的乐 利用这个人生 能把五量节所受的苦 彻底消尽 能得到近未来记 永不退失的安乐 能彻底显发佛性功德 能得到无穷无尽的法乐受用 在帮助尽虚空界的众生脱离轮回 这样大的毅力 是在你这个人身上就能实现的 而且是一生就能成就的 为什么这么糊涂 把一切暂时就尽利乐所依的 如意宝 用来造极三恶趣的业因 为什么用无价的精气 使尽底装分呢 有人善用人身 成了佛 菩萨 往生了极乐世界 有人用人身造业 使自己沦为旁生 恶鬼 地狱众生 这就是真不珍惜人生的两种结局 我们要去掉虚假的生活 由一整套假象包装起来的 所谓现代方式 要尽情抛掉 抛掉了 就回归到了道上 回归到了法上 就反仆归真 回到了本心 也就能与道相亲 道心存厚 修道人不能做到少欲 不能乐在道中 就是没有道心 如者求道 尚且食无求宝 居无求安 缠者用功 连自己都要忘掉 其他哪里是究竟法呢 如果不能少欲 还说珍惜狭满 那就成了自欺欺人 因为任贪欲膨胀 大量的时间都被耗在里面 还说什么珍惜狭满呢 很多人大多数时间 用在赚钱 追求享受上 他对生活的要求降不下 吃穿用度降不下 能降下来 也不至于这么累 像眼镜 普通的一百块就能配 非要配上千块的 手机两百块的就能用 非要买三五千块的 衣服几十块就能穿 非要买上千块的名牌 什么都追求高档 时尚 当然 就成了金钱的努力 不得不辛苦劳作了 其实 简朴的生活才省心 才安乐 就是把以往浪费的时间 捡回来 佛法并没有古今之别 只是人的生活方式有不同 如果我们能迷途之返 采取与道相应的方式 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 所以 大家从今天开始 要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 把不该浪费的时间都捡回来 把浪费人生的事都杜绝掉 把时间尽可能用在佛道上 这样才能依止人生修道 赢得人生的大义 狭门本来是用来摄取大义的 其他与道不相干的都要放下 心只能圆一种 要么圆法 要么圆非法 凡是圆非法的 都是浪费生命 一切跟修道无关的 能减少就减少 能放下的就放下 一定要做智慧的安排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要想办法节省时间 摄取佛法的大义 我们修行浅的神 白天在外奔波 做不得主 重点要把握住一天的早晨 夜晚和节假日这些时间 这些时间不能再错过了 对外要禁止夜晚出去活动 接触世间人 对内要禁止看电视 上网打电话闲聊等等 这才有时间上的保障 不改掉看电视 打电话 上网 闲聊的放逸恶行 就只有沦为无瑕的人生了 是有瑕还是无瑕 全看你自己 喜欢看电视 打电话 上网 就是无瑕之人 因为心都被搅乱了 怎么闻思修佛法呢 连佛法最起码的功德 也难以升起 一般人看电视 打电话 上网 购物时 兴致勃勃 做功课 却无精打采 马虎了事 精气神早被玉尘 吸光了 马马虎虎念一下 打个哈欠 就睡着了 做吞噬霞满的恶魔想 举两个例子 比如 看到街上地铁月台上 卖报纸 就像见到魔鬼一样 不要碰它 要这样想 报纸让我散乱 让我生种种不清静的分别 把我拉向轮回 拉向恶去 它就是张牙舞爪的魔鬼 吞噬我人生的精华 又比如 进入一家大型超市 商品琳琅满目 马上警惕 这是魔工 一进去 就被吃掉两三个小时的狭满 不能进去 自己的生活 能简化 就可以少进 甚至不进大超市 我们修道的人 粗衣淡饭随缘过 养活自己 用得了多少 不应该被五欲所累 像穿的几身衣服 好好的洗 好好的穿 两三年都不用换 哪里要经常逛时装 专卖店呢 像这样举衣反三 对种种世间五欲 都做吞噬狭满的恶魔想 在虚空珍宝经里 佛说 内心分别没有催灭 就是散乱者 没有闲暇 内心分别极灭之后 自信安住 称为闲暇 如此了知 心的自信之后 心和真实意相应 称为圆满 大家都需求 急生成就 急生成就的前提 就是远离无瑕 什么是无瑕 炎尔等六世 如在六尘境界里流荡 就是无瑕 上等人 极灭虚妄分别 自信安住 叫做瑕 一指指 一指 以圣观智慧 照见真实 而正物 叫做满 以这个为所依 只观双运 就能 急生 得大成就 唐代 照周禅师说 老生四十年不砸用心 除二十周饭 是砸用心处 绝明妙行菩萨说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生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活 中等人应当放下万元 念念缘在法上 最下等也应当为了修道 借除上网 聊天 电话 电视 旅游 串门 请客吃饭 这些毫无实意的事情 尽可能地利用时间修法 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 都做不到 那就不是修道人了 因为你连修道的所依 狭满都不具足 怎么能修道呢 学习狭满这种前行修法 对念佛人很有注意 静宗第十二组 彻悟大师曾开示 是知最可珍重者 莫过精神 是知最可爱惜者 莫过光阴 一念静即佛界缘起 一念山即九界声音 凡动一念即十界种子 可不珍重乎 是日已过命意水减 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 可不爱惜乎 苟知精神之可珍重 则不浪用 则念念直持佛名 光阴不虚度 则刻刻熏修敬业 如是珍重 如是爱惜 则心专而佛意感 刑琴而夜意经 果得真生净土 亲见弥陀 时尘开示 面奉词音 妙物自心 身正法界 言以念为长节 处长节为以念 念节圆容 得大自在 得非自识其珍重 爱惜之报复 我们听了 治疗法师的 这篇报告 最近这一段时间 同学们 有一些都在谈 狭门的问题 好 好事情 这一段事情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清楚 对我们 这一身 求生 有很大的帮助 里面所举的 这些例子 现在人的通病 凡是 一切诱惑 让我们身心 不安的 都是魔 魔在那里 魔在我们的四周 魔 从来没有 离开过我们 跟佛一样 但是 是见人愚痴 敌不过诱惑 所以 在日常生活当中 亲近魔 躲 亲近佛的人 很少啊 他不知道 佛法里 都有真 落 学佛 学什么 就是学 法系 充满 就是学 长生 欢喜 没有得到 法系 不是学佛 心里面 还有首盼元 那是明字 学佛 有名无实 他的归属 善的 好的 天道 天道跟魔在一起 阿修罗道 罗茶道 这个里面 特别多 所以 智原法 是讲述的 珍惜 俠满 人生 宝 那 这上下年篇 我们要多看看 要多听听 然后 认真 烦心 有则 改之 无则 加密 这些生 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大错 他说了 散途 一度 无千节 到人生 遇到活发 这个机遇 太难得了 开金 即上所说 百千万节 难遭遇 这个话是真话 是实话 一丝毫夸张都没有 我们要想成就 就在这一身 那一定要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这只有 真的 我们要紧紧抓牢 假的 要放下 我们这一身 才有救 自己救自己 都救不了 怎么能救人 连儒家都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说 自天子 以至于数人 业世皆以 修身为本 这一句话说得重 不从自己下手 就错了 学佛 度众生 头一个 度自己 这个众生 自己这个众生 得度了 你就有能力 度其他的众生 比较生物都重要 就算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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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